市井赛的期间就有经常见面 几次见面之后 你还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你作为运动员 也知道我们作为运动员的一些 就是比赛前应该做什么 体能啊 包括经济状态啊 各方面啊 给了我一些建议 就是包括我没有 我借掉米饭了 现在我吃的全麦面包 然后我现在开始游泳 开始锻炼 然后每天吃的东西都比较健康 为什么会选择游泳 来作为自己的这个体能训练呢 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健身 就是练器械这种啊 但是我觉得 可能练了个两三天 练器械打不了球 因为这个胳膊抬不起来 腿很疼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运动 不是那种激烈的对抗 我觉得游泳可以在水里面 可以把你整个身体就协调 游泳至少没有这么无聊 然后跑步可能 你跑的话可能会稍微无聊一点 你要坚持下去的话 除非你特别喜欢 像奥萨利文这样 我觉得在游泳 我自己本来游的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在水里面能够 在游泳的时候我也能学到东西 那么现在一个新的赛季开始了 其实你这几场比赛都打得不错 有没有什么新的目标 新的展望 其实每一年的目标都是想拿一个冠军 就是今年的目标也是拿冠军 因为进了之前打了这么多年职业 十几年职业了 还没有拿过到一个排名赛冠军 都是经过三次决赛 就是对自己来说有点遗憾吧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了 我觉得每一年你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去面对比赛 我觉得先做好自己 然后我觉得有些东西慢慢就会来的 除了这个打斯诺克之外 其实我们看到你在自媒体上面也挺活跃的 跟大家分享这一类的 就是斯诺克的相关的一些赛事的讯息 做解说 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你自己打球之外 比较享受的一件事情 是的 因为我除了打球以外 我还要给大家做直播 因为我是说白了 我也算是解说 另外一个职业 全国很多爱好者 想去看一些专业的 就是在我们这个角度来看待一些球 所以说我可以给一些 就是球迷朋友们一些建议啊 包括我们运动员心态啊 心理是怎么样的 不像是大家说的就容易 其实运动员都挺不容易的